什么是凶宅 一般来说 凶宅指的是风水不好 或者在这间房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的住宅 都被人们称作为凶宅 这样的房子就算是在便宜 人们也不愿意要认为它不吉利 就好比说北京的湖管会馆 万府居 西城大同公寓 朝内大街 81号等等 因为在这些房子中都死过一些人 或者是一些名人对它点评过 说它风水不好之类的 所以传着传着就被人们传成了凶宅那样 说真发生过什么诡异离奇的事 这个还真没有确实的证据 顶多是人们听到了看到了一些声音 人影 在想那些传闻 自己吓自己而已 不过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三所凶宅 可是真的有人亲身经历过 那究竟是人祸 还真发生了诡异的事情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这第一处凶宅是在美国的迈阿密 据说那是早期白人殖民者 用一种粘土以干打垒的方法建造的住宅 但是最早的主人很快就放弃了这座建筑 因为他们从住进去之后就出现了咳嗽 胸痛等症状 并逐渐加重 似乎是夜里有一双魔爪 拼命压住了他们胸口 几乎让他们窒息 起初他们以为是自己生了病 可一个人两个人犯病还算正常 但一家人一起生病 这就有些不正常了 这让他们非常担忧 认为自己是中了某种诅咒 为此他们还请来了一些牧师 为他们驱魔 但这症状始终没有缓解 最后他们发现如果不住在房间里 他们的这个症状会有所减缓 这也让这栋凶宅在当地出了名 当地的人都认为里面住着恶魔 不能轻易靠近 除了这一处凶宅 还有一处凶宅是在埃及 这是一栋一战时期 英国军队修建的军营 当英国士兵入住三个月后 就接连有人出现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 牙齿脱落 说话不清的症状 最后一直发展到双目市民 最后全身扭曲成一团 在强烈的抽搐中 发出悲惨的嘶叫声 痛苦的死去 最后这些士兵不得已 退出了这所修建的兵营 之后情况这才好转 因为这所兵营就在法老墓附近 这也让当地人认为 匈英是因为居住者 触犯了在已经去世的法老 这才受到了神的惩罚 如果说前两个 因为年代的缘故无法考证 这第三栋凶宅宅发生的时间 却是在近代 这栋凶宅宅是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远郊的一栋别墅 这栋别墅建成后 主人搬进去不久 就出现了头痛 精神恍惚 甚至是发疯 而最终这家的女主人 因心智发疯 而跳崖自杀 而其余人则搬住了别墅 就在他们搬出后 他们的精神状况竟不治而愈 这也让这栋凶宅的名声传了出去 甚至惊动了一些科学家 而他们考察后发现 住在这里的人之所以会发疯 这是因为对面山丘上 有一处封闭的军事重地 那里有一个雷达站 而雷达站发射功力极强 因为周围有三面都被岩石阻挡着 所以电磁波最终都得延伸扩散 交叉反射投向别墅 住在里面的人一天24小时 几乎要接受48次电磁波的 强烈震动和射击 温住在这鬼地方 不发风采惯 而上面我们所讲的 美国的迈阿密 以及埃及凶宅 也是类似的原因 一个是建造房子的灰白黏土中 含有肉眼难以发现的吸尘 而吸尘是一种 二氧化碳含量超过10%的 无机性纹尘 一旦吸入过多 就会造成气短 胸闷 胸痛 咳嗽 通气功能减退等等的症状 而法老墓的兵营 这是因为当年的法老 为了保护自己的陵墓 在墓室的内壁 涂刷厚厚的蓝色灰层 这种灰层含有股河谷 兵营里面的士兵 因为喝了法老墓地下的地下水 因此遭受了谷中毒 河谷的放射性辐射 这才会出现英国士兵惨死的症状 所以这个世界 可能并没有所谓的凶宅 所谓的凶宅 大多都是因为 选址的原因所造成的 而之所以在我们国家 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那是因为我们很多人 相信风水之说 当然这不是说 我们相信鬼神之类的言论 只是我们对住宅建筑的 选址很是讲究 所以这才避免了 类似事情的发生 好了 我要叹为观止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